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历劫归来 台南是北门南昆身带天府 开击路港十王 开击八三王 六甲赤山龙湖 沿其孝妈 开击老三妈 都是超过三百年以上的神像 日前遭炸走 警方今天22日 巡回三前落望 南昆身庙赤山龙湖 延傍晚欢天喜地 因请回声尊入庙安座 信众直说 神明显灵 南昆身庙曾在12月12日 向南昆身庙青山寺的 观音佛祖请示 神明将即找寻被盗取 神尊的方位 南昆身庙公关组长 陈思瑜说 开击池王在桃园 五甲三王将士说 被放在新北一处地下室 陈思瑜还带着王爷公的福利 引起南昆身万善爷公 北上找寻观音佛祖 并将士说 属十日后 开击鹿港石王 开击八三王就会回来 今天一早 南昆身庙就接到警方通知神尊找到了 陈思瑜说 真的是太神奇了 南昆身庙主委 王连心等人 当晚迎请开击鹿港石王 开击八三王回南昆身 抱着开击八三王的董事成冤权一四起击 回到南昆身庙时激动落泪 六甲赤山龙胡言的七孝妈开击老三妈神像也在傍晚五点多由住持世神福及传闻师父等人迎回赤山龙胡言 赤山龙胡言神尊遭到请后 信众群起愤慨 至国宝及神像失踪 冲击人心 当信众看到神尊平安返回入座 将当开心 对三贤入望 则说神明显灵 不法者难逃天理 法网 妙方对神尊能回家 感谢警方用心侦办